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 相信所有人都发现我们的频道怎么突然之间不见了 的确我们又遭到嗨客入侵 又再次被入侵 接着进入一个数位化的时代 不管是个人创作者或者是团队 YouTube IG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发生的平台 从2022年7月9号去创立这个平台两年半以来 我们都一直是以非常诚恳的态度 在制作更优质的内容 包括台湾的时事 台湾的文化 国内的政经新闻等等 这个是我们一本初衷 希望这个频道可以提供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更多更多的一个服务的机会 当然这再次嗨客入侵之后 把你的管理权完全给剥夺 非法入侵的结果 连内容擅自被删除 擅自被更改 这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向YouTube提出了申诉 希望他赶快有个频道还给我们 对于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受害者 怎样我们变成是一个被惩罚的对象 频道被下架了 上次被嗨客入侵时 频道还给我们 从处理的时间大约有10天 这10天是非常非常漫长了 以这次来讲 又再度被嗨客入侵 足足影响是36万的订阅户 包括无数关心这个频道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方面非常无奈 当然我们希望积极去处理 但是我们发现YouTube在处理整个安全机制的过程里头 似乎偏向于制裁 而不是真正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频道里头 因为频道的设定非常不容易 我们长期来去建立跟这个观众 约定大众这种信赖 互相可以有沟通的一个管道 那么突然间下架之后 这个损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灾难 所以希望透过这一次我们申诉管道之后呢 YouTube可以以比较一个快速比较公开 公平透明的方式赶快环解我这个频道 当然一方面给我们像我们类似这样的一个创作者 有一个安心工作的一个环境 当然也在这个地方向所有观众朋友 这段时间也许非常难熬 也谢谢你们的关心 短时间之内透过The Meta FB 或者是我们的Instagram 包括了Real Talk这个频道 我们持续还是要提供给观众朋友更多的服务 这段时间我也知道您关心非常多 在小薰姐录这段时间的时刻同时 美国总统大选要进入第二回合 总统候选辩论 我相信精彩可及 而国内来讲 柯文哲的事件首度的进入了看守所之后 那么被提讯 我相信这个画面的曝光 都是分分秒秒大家所关心的话题 我们一本初衷 一样对国内政经的新闻 透过频道会实时为你服务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小薰姐 谢谢你们 我们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